能夠說出現在和存在 才算是醒過來 清醒的部分繼續躺在這裡 往上端長著天花板 往下就探望著床上的驅學 直到認出了那個是我 由此推論 我是存在 現在我是存在 從事傳媒工作超過30年的金國良 今年暑假用聲音演繹一部英國小說的中文版單身 以有聲電子書的形式面世 聽只不過是用另一個平台 用另一種方法去了解一本書 其實書是要來閱讀的 書也不是只要來聽 也不是只要來看 希望大家將它之間的關係 大家很濃烈地產生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將書面予以廣東話表達 又要保留文字的原有味道 金國良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錄音 製作書本的部分內容 並且配合造型照片 增加了有聲書在平板電腦的視覺感受 金國良就形容 有聲書就好像一道橋樑一樣 連結了過去和現在 利用現代的平台去演繹舊的故事 為讀者帶來新的衝擊 單身這部作品 早前又有時裝教父之稱的 Tom Ford 撿到拍成電影 所以出版商認為現在是一個好時機 去嘗試有聲書的市場潛力 是前所未有的所有東西都是 既然不良聲效 傳送和製作三方面的成本都低了 這麼多情況之下 為何不試一下呢 在這麼多媒體裏面 有一個位是大家未試過 或者 我不知道可能不敢試也好 但這是一個突破點 對於我們平面媒體來說 加上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 越來越流行 更可以對應家居的音響設備 令出版社對有聲書的發展有信心 在想的原因就是 你可不可以由你下班開始 在車上就可以去聽 到你回家 把iPad插入喇叭裡繼續聽 即是繼續享受閱讀的旅程 是不會阻礙你任何東西的 而我們那個分法很特別 我們那個章字是分得很細的 其實我們設定大概是5至5分鐘到1字 5、6分鐘到1字 我所謂的地下鐵時間 一個站 即是你那輛車可以用一個這樣的距離 可以聽到多少 就是我心目中想你做到的事 利用流動栽體推出有聲書 還在起步階段 書迷或者追潮流的人會不會追捧 明年的書展可能就會有答案 香港歡頻電視機制 陳雅欣報導